一分钟好成语 分道扬镳 典故说明 分道扬镳原作分路扬镳 北魏时有个名叫原志的人 不但是皇亲国妻 还是当时首都洛阳的行政长官 他个性强悍 任何事都不轻易退让 有一天他乘坐车走在路上 欲使中卫李彪的坐车也迎面而来 由于两方都人马众多 一定要有一方退让才能通过 照理说 官小的人要让官大的人先走 而以官职来论 李彪是中央官员 原志只是地方首长 应该要礼让 但原志个性强硬 加上是皇亲国妻 应是不肯让步 双方因此闹得不可开交 决定去找皇上评理 李彪见了孝文帝说 我是御使中卫 官比他大 区区一个洛阳市长 怎么可以这样和我对抗呢 原志反驳说 我是国都所在的洛阳市长 洛阳城里每个人都归我管 哪有比照其他地方官 让中央官员先走的道理 孝文帝听了很无奈 也不去评断谁是谁非 就笑着说 好了 好了 你们别吵 洛阳市我的地方 我说了就算 把路分成两半 你们两人以后各走各的就好了 原志和李彪两人听到皇上这么说后 就拿着尺道外面量了道路的宽度 然后分成两半 各走自己的那一半 后来分道扬镳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比喻人依其志向 各奔前程 今天学会分道扬镳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